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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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只能够让大家更多一些渠道跟眼界去接触到这些东西 也能够更便利的就是比较快速的 而不是像原来你可能出国才能买到一些需要的东西 现在就是更方便的就能买到自己想要的一些生活必须的一些用品 可能会去吧 可能还是小孩子的东西会比较多 假设说有好的一些产品或价格有优胜 可能还是愿意购买 海淘的话其实也很多东西 如果说在加盟总体也可以购买 那也是愿意去买的 咱们这个六天这个会议 刚开始的时候是专业观众 这些都是一些各地的交易团采购团 我们就在这个会议之后 365天是对我们普通消费者一个购买的一个渠道 改变还是很大的 我们享受到了这个改变的这个好处 总的来讲幸福咱很久 我其实还没有到40岁 我只有30岁 从小到现在嘛 这个生活水平嘛 各方面还是提升了不少 最近这10年可能发展的是比较大的 10年前的时候手机还是那种按键的 现在基本上手机就是个电脑 我觉得是翻天覆地的感觉 我是80年代出生了 从80年代开始以后 我们所有生活都有很大的任务 比如从最基本的一些生活配套设施 还有使用的一些电子设备也好 还有周边的环境也好 都有很大的感觉 比如我们现在身处的是 竟然是 竟然是在80年代或90年代的时候 周边这些高房子 我感觉都没有这么多 现在应该周边的环境都挺好的 然后这边购物啊 吃饭都挺好的 改变开放40年 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 有这些以后嘛 首先我们国家对于人才的这个重视 是让我个人非常的受益 因为党的这个高考政策 包括之后的很多的对于农村 对于中庆层的这些府庭的政策教育的支持 让我个人非常受益 我们家就之前可能算是温饱吧 现在你看这个工作机会也多了 然后我们赚钱就除了这个农业 很多的副业也发展起来了 就是整个质量都有所改变 我们是80后的这一代 从生活质量啊 包括一些物质的追求 精神方面 都有了比较大的一个就是变化和飞跃 我其实是出生在改革高考40年当中 我们都是这一代80后都是独生子女嘛 生活条件很优越了 包括我们现在的宝宝 看得到是反正也不愁是不愁穿嘛 整体应该相对我们父母这辈的话 他的生活质量改善 应该是层级和倍数的增长吧 感谢观看